这个丑女人本来已经死了 可是她不甘心 于是她发动最邪恶的魔法 吸食12个女孩的鲜血 让自己重新变回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然而魔法维持的美貌根本不堪一击 只要打碎施法的魔镜 整容脸就会坏掉 这个黑暗童话还要从500年前说起 那时候女人还没死 她是这个国家最漂亮的女人 国王将她娶为王后 没想到婚宴荡天 刮起妖风带来了黑死病 国王很快因病去世 女王为自己建了一座高塔 把自己关在上面 可惜她不懂科学 不知道瘟疫是空气传播 最后也染上疾病 原本漂亮的脸蛋变得溃烂 500年后 王后的灵魂仍然不愿安息 她从魔镜那里求得邪恶魔法 只要集齐12个女孩的鲜血 就可以死而复生 她为自己找了几个仆人 开始在高塔附近寻找女孩 这天小红帽进山踩蘑菇 结果被女王仆人盯上 惨遭毒手 在小红帽之前 已经接连失踪八个女孩 这件事闹得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有人说是狼叼走了孩子 还有人说是会动的大树 抓走了孩子 总之没人敢出头 找出真凶 城里的长官不信妖魔鬼怪那一套 坚信这一切都是江湖术士的障眼法 要想破除障眼法就得以毒攻毒 让江湖术士去破案 而国内最有名的江湖术士 就是格林兄弟 靖矿哥哥喜欢写书 就是后来写出格林童话的那位 卷毛弟弟生性风流 负责制造故事素材 这俩兄弟常年在全国装神弄鬼 招摇撞骗 只要闹鬼的地方 一定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两兄弟办事相当专业 每次都是当着雇主面降服鬼魂 等到雇主一离开再给负责演戏的团队分钱 靠着这一套把戏 没少赚到黑心钱 正所谓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由于风头太盛 两兄弟很快被长官派出的人马找到 将他们带回去复命 长官让他们去高塔降妖 不服从的话 就拿他们煮火锅 兄弟俩不想成为火锅料 只好乖乖接受任务 出发前还得找位向导 遵命害怕妖怪 没人敢为他们带路 只有一位彪悍妹 因为父亲和妹妹都被妖怪抓去 所以才敢豁出性命 充当两人向导 他带着两兄弟去高塔视察 马匹被留在森林外围 几人徒步进入森林 很快就来到高塔附近 高塔荒废已久 除了一群乱拉鸟粪的乌鸦 没有发现妖怪的踪影 就在他们视察的时候 森林外头却出现一个蒙灭人 给马儿喂下了毒蜘蛛 两兄弟见天色已晚 决定先回村修整 然而回村的路似乎出现变化 彪悍女捡起地上的青蛙 跟随青蛙指引 找到了正确的出路 一行人回到村子 到了晚上的时候 中毒的马儿开始嚎叫 村里的女孩过来查看 没想到马儿突然吐出蛛丝 将女孩整个生吞了下去 接着就逃离村子 向森林跑去 两兄弟和彪悍女在后头紧追不舍 没想到进了森林后 大树突然开始移动 挡住了两兄弟道路 彪悍女也被树藤困住 还有一只恶狼找了过来 恶狼逼近彪悍女身边 嗅了嗅他身上未到 竟然转身离开了 两兄弟被森林妖怪吓坏了 平时抓的都是假妖怪 现在要玩真的 哪里有这个本事 本来是打算逃走 然而长官早就派人盯着他们 不抓到妖怪 就要把他们做成煎饼 两兄弟没有办法 只好再次回到高塔降妖 没想到的是 妖怪竟然跑来了村子里面 女孩去井里打水 没想到却捞出一只乌鸦 乌鸦喷出黑色鸟粪 黏住了女孩五弯 接着井里又爬出一只泥浆怪 彪悍女上去把他折断 泥浆怪却伸出大长臂 将女孩给抓了回去 泥浆怪吃完女孩 接着便跳回了井中 两兄弟这边还在高塔探查敌情 卷毛弟弟留在塔外放风 没想到刚才被泥浆怪抓走的女孩 竟然出现在高塔附近的水塘 紧接着彪悍女撞见的那只恶狼也靠近过来 只见他几招缩骨弓 竟然变成人类模样 之前给马儿投毒的也是这位 他其实就是王后的仆人 金矿哥哥跑进塔内查看 只见床上躺着一个睡丑人 这个睡丑人就是王后 狼人带走女孩后扎破女孩手指 将鲜血喂给了皇后 这已经是第十一个女孩的鲜血 王后吸食鲜血后生机恢复了许多 她在魔镜中幻化出迷人的模样 想要引诱近矿哥哥 将他变成自己的新仆人 好在卷毛弟弟在下面扔出石头 打破魔镜 哥哥这才清醒过来 两兄弟带着昏迷的女孩 赶紧逃回了村子 这时长官亲自赶了过来 他当着全村人的面 宣布两兄弟是江湖骗子 还要将他们处死 眼看两兄弟就要变成烤肉 近矿哥哥的格林童话 也要毁于一旦 彪悍姐突然暗中窜出 救走了两人 为了打破妖怪谣言 长官放火烧起了森林 高塔内的王后发现 小孩子乱玩火 一口妖气吹灭了大火 彪悍姐和两兄弟逃进森林 没想到半路上去撞见狼人 狼人取下自己面罩 竟然就是他失踪的父亲 然而父亲已经受到 王后蛊惑 神志不清 他将彪悍姐送进石关 让他成了第十二个祭品 长官也亲自杀进森林 想要一探究竟 结果却被卷毛弟弟抓住机会 送他领了盒饭 老不死王后喝下第十二口鲜血 瞬间恢复了绝美容颜 两兄弟本想过来阻止他 结果却被王后操控 自相残杀 卷毛弟弟不幸被刺中 王后将弟弟带过去 取下狼人身上的魔法凶针 将他刺进了弟弟体内 静框哥哥眼见弟弟就要中招 想起之前自己被救的经历 于是操起斧头 砸烂了墙上的魔镜 没想到玻璃王后也跟着不断碎裂 彪汉女她爸此时已恢复神志 为了给女儿报仇 操起墙上玻璃 朝塔下跳去 只听咣当一声 玻璃王后整个碎成了渣渣 王后一死 整个高塔也随之轻塌下来 静框哥哥从塔里逃出 彪汉女还躺在石棺里头 要想驱除诅咒 就得靠着真爱之吻 静框哥哥深情吻了上去 果然将他唤醒过来 最后两兄弟和彪汉女一起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 等等画风好像哪里不对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橘子 喜欢解说的小伙伴 可以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